隐隐臭臭的人群中,一个女孩的身影闪过,看起来有几分熟悉,跟在一个中年妇女的身后,她穿着橘红的上衣,白色的裤子,扎着短便,清风吹拂,几缕头发飘动。 女孩也频频把头扭过来,射出的光芒诱惑着我,我逆光看去,一双明晃晃的大眼睛让我心里一震,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因为她知道我叫智国,我知道她叫陈超。 2003年,我上高二,本应在学校里与书本为伍,只争朝夕的。 但非典闹起来之后,县城里已经出现了病例,所有的学生们都回家去了。 正值四五月份,是家乡的草莓成熟的季节。 往年这个时候,几乎每个村子的村口都会形成一个小市场,村民们一框框一栏栏把刚刚采摘下的草莓拖向那里,换成沉甸甸的红飘飘。 2003年的春天,很多村庄戒严了,但草莓还是要卖的。 广阔的田野,翠绿的庄稼,到底还是能抵消人们心中的一些恐惧。 所以像我们村子,依然会有少量的收购者蹲守在村口,把价格压得很低。 我和陈超的相遇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惊讶地看着对方,之后我开动脚步,打了一个像废话一样的招呼。 你怎么在这里? 陈超是我的初中同学,从毕业时算起,也有两年没见面了。 我去了县一中读高中,从没有留意过他的消息。 直到在交易市场遇见,我才得知他已经终止了学业,现在在镇上的移动业务厅当柜员。 尽管有三年的同学之意,但长久未见,促然相逢,还是显得陌生。 所以,我和陈超只是互问对方的近况,匆匆一面,就此分手,各自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我们现在是全国有名的草莓之乡,拿我们村举例,70%的人家都会在春天忙碌起来, 带到第一批果子成熟,大路上随处可见,一人一单车,单车两边挂着两个筐, 里面的果实红里泛着青,青里透着白,满满档档,被主人慢悠悠地带到村口。 如果驾驶技术不好,或者篮筐过大,就会看到两个人,一个双手握把,把持着方向, 另一人跟在车后,扶着后座,随时准备在车子将倒的时候,使上关键的一把力。 当我第二天仍旧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在村口时,就再次遇到了陈超。 他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装束,跟在家人的身后,起的作用大概和我相似, 只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有两个轮子变成了三个轮子。 看到他们二人合力往车下泄框时,我走过去搭了一把手。 那天天气非常好,虽然刚到五月,但是温度似乎达到了三十度。 没有一丝风,我和这个女孩凑得很近,看到了她鼻头簇着细密的汗珠, 脸颊有少许的红,以及她随框蹲伸时深深陷进去的锁骨。 我说,你家的草莓好像个头更大。 陈超抹了一把汗,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了,都差不多吧。 不要谦虚,其实我在夸阿姨勤快,把草莓养得这么好,不是说你哦。 旁边的陈超妈妈笑了,拿,个子大有什么用,价格低,不卖钱,等等和我妈妈一样的话自嘲着。 你不用做功课吗? 陈超接过话筒,我听说,高中的时间很紧张。 不在这一时,再说了,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哪里学得进去呢? 陈超被逗笑了,你可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过,你脑瓜灵,上学的时候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呢。 上学的时候,你不是也是吗? 说到这里,陈超的眼睛似乎一下子失了神。 脸上有一种只有明白来龙去脉的人才能看懂的悲哀。 脑瓜灵光,我是不推辞的。 在师资条件差,学风败坏,管理松散的乡镇中学, 人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 这的确需要几分天赋。 没有人认为我付出很多, 甚至在老师、同学眼里,我还有几分顽劣。 但是,我用全县前十的名字, 创造了这所乡镇中学的历史。 我的名字,在未来的很多年,都会被老师提起, 被学弟、学妹们熟知。 同时,也许很多人,很多老师, 也仍然会记得一个叫陈超的女孩。 她在初中生涯的头一年, 甚至前半程都是遥遥领先的。 那时的她,可谓完美无缺, 品学兼优,为人温婉而懂礼仪, 是人们眼中的乖乖女, 也是很多男孩子追求的对象。 假如陈超是一座城门紧闭的关口, 一个个男孩子们像亡命之徒一样疯狂地进宫, 固若金汤的城池, 在未来的某一天,就失守了。 十字路口东西走向的, 是一条小路, 左边是一个巨大的苹果园, 右边是大片大片的卖地, 金黄灿烂, 等待一个月后的收割人。 那天, 陈超没有立刻随家人离开, 我和他在小路上随意地走走, 聊了一些我们都认识的同学的近况, 以及他的工作, 我的学习。 分手的时候, 我问道, 明天, 你还来吗? 陈超炯炯的眼睛望着我, 像是在反问, 你是希望我来, 还是不来呢? 会来的吧, 我妈说, 草莓一天不摘就会烂在地里, 价格再低也得卖啊。 陈超说话的声音那么温柔, 像一棵树上的叶子, 缓缓地摇摆, 像天上的一朵云, 悠悠地漂浮。 我在脑海里回忆, 面对这样漂亮的女孩子, 与她相识这么久, 难道我懵懂的青春, 就没有掀起过波澜吗? 我想起了一件事, 在我迷恋武侠小说的那段岁月, 有那么一瞬间也会想, 如果我是郭静, 谁是黄蓉呢? 我思索身边的人, 想到过陈超, 但是又觉得不像, 黄蓉是古灵精怪的, 而陈超太过沉静, 可忽然又想到自己, 也不如郭静忠厚, 幻想就此作罢。 就像陈超说的, 草莓正成熟的时候, 一天不摘, 就会红透, 甚至腐烂在地里。 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陈超仿佛形成了默契, 无论谁先到, 都会等着另一方。 我们总要在小路上聊一聊, 向东走, 向西走, 伸手抚摸麦穗, 低头看悠悠白云, 田间的小花, 路边的野草。 这些农村人见惯的场景, 仿佛有了失忆。 这么美好的季节, 除了有一种看不见的病毒在肆虐, 我觉得我的身上, 还有一种无法触摸的奇妙感觉, 随着血液流动。 而陈超手里拿着小树枝, 随意地抽抽打打。 他有时竟然穿着白裙子, 裙子上点缀着花纹, 上身是一件鲜艳的荣衣, 他脸上似乎总是浮着一丝笑,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着画。 我问, 你在笑什么? 没有啊, 陈超抬头看我, 眉眼间分明洋溢着喜悦。 王旺舟, 他还好吧? 陈超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立刻低下了头, 半嗓不说话, 眼圈上有些嘲红。 这三个字, 我也是想了很久, 我不愿提起, 但又忍不住打探他的生活。 我看到他的样子, 只认为时机不成熟, 于是开口道, 对不起, 我不该这个时候问。 没事,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没有什么不可以提的, 我刚才只是, 一下子话题转得太快。 陈超安定了自己的神色, 接着说, 王旺舟, 我也不知道, 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听说, 是去了北京。 那李佩玲呢? 你是不是以为, 我跟他们中的一个还好着呢? 按理说, 应该是吧, 毕竟那年发生了那样的事。 也许就是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 才让我明白, 我到底造了多少年。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啊? 就这样, 中考前夕的记忆浮现脑海。 那时, 学校为了避免不安分的学生, 在最后关头闹事, 从来都是提前结束课程, 所有人回家自由复习, 每期名曰, 调整状态。 大家各自把书籍, 物品装进书包, 打成捆。 只有王望周和李佩玲这两个追求者, 先后错到陈超桌前, 争相展示自己的暖男形象。 二人明争暗斗, 人人共知, 矛盾的发生, 也许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他们长久预计的矛盾, 就在那时按压不住了。 他们在教室里大打出手, 动用了桌子, 凳子, 等等能顺手抄起来的所有武器。 就像对待自己的杀父仇人一样, 把全身的力气用到对方身上, 任谁也圈不住, 直到两个人浑身沾满血, 直到三个男老师冒着被误伤的危险, 把他们拉扯开。 那天, 我记忆里的陈超是蓬头勾面的, 他双手捂住脸嚎啕大哭, 泪水汗水沾湿了他的大片上衣。 他蹲在角落里, 什么也没做。 那是他劝说无效, 甚至被失去理智的两个男孩 推了一把后, 无力, 害怕, 悔悟的总和霸。 我猜, 不仅仅是我, 是所有人, 没有赢家, 陈超顿了顿, 伸手揪了一片叶, 语气变得沉重。 他们和我, 父母和老师, 受伤的受伤, 落榜的落榜, 失望的失望, 就连学校也跟着名声大坏。 所以我说的是, 没有赢家。 两天后的考试, 陈超发挥失常, 和分数线相差甚远, 而那两个男孩, 本来就是混试的态度, 阴商缺考, 不足惜。 从过来人的眼光去回顾那场时间, 我们才恍惚感觉到, 青春的个体, 最初都想活出自己的个性, 于是轻身躁进, 或者忙忙撞撞, 到最后, 反而以最美的憧憬, 换来了最坏的结果。 不得不说, 我是上天的眷顾者, 在校风败坏的大环境里, 完事的态度不比别人差, 索性思想单纯, 又在关键时刻, 停止了堕落的脚步, 才成了在学业上走得最远的一个。 五月里很少有雨水, 这也是草莓在我的家乡盛行的原因。 从天而降的雨滴, 砸在果实上, 会是重重的一击, 潮湿的土壤也会加快草莓的腐烂。 这些天, 连续的好日光成就了草莓, 也让我和陈超相会在蓝天白云下, 眺望金黄的麦田, 浮身与碧绿的草莓叶, 鲜红的果实, 亲密接触。 空气里, 到处都是甜甜的味道, 我的身体里也流转着甜蜜的气息。 夜晚难以入睡, 我躺在床上, 回味着和陈超散步的美好, 同时, 回忆初中时代我和他的交集。 那时候, 我多么幼稚啊, 个子小, 说话都是奶生奶气的。 元旦联欢会上, 男生们表演节目, 唱的都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只有我, 标心立意, 来了一首最得意的白龙马, 蹄儿潮汐, 瞬间赢得了一些男生的冷嘲热讽。 我印象里, 陈超更多的是一个对手, 一个敌人, 就像郭靖和黄荣的故事, 战胜坏人的精彩才是我关注的, 两个人的缠缠绵绵从来都是快进的部分。 有一天, 陈超问我, 可曾在高中结识心仪的女生。 我装作镇定的样子, 内心暗息, 她不知道这句话我等了多久。 我说, 眼前倒有一个, 是个村姑, 美丽又温柔, 不知她有一否。 说完, 我的脸火辣辣的, 那是我几个晚上思索演练的杰作, 也是我从小到大说的第一句情话。 你才是村姑呢。 陈超轻轻地推了我一把, 脸羞得飞红, 欢快地走到田间, 蹲在草莓地里, 半上他才指着一串大小不一的青果说, 你看, 小小的一颗草莓秧会结出这么多果实, 真了不起。 紧接着, 他又跳到另一处, 摘下火红火红的两颗, 他问我吃哪个, 我要取小的一枚, 没想到他快速缩毁, 手传成拳头, 红红的枝叶低躺出, 我啊了一声, 他笑着说, 把手伸出来, 我照做了, 陈超一边在我手臂上涂抹枝叶, 一边笑着说, 我小的时候吃够了, 就找到红的最透的一个, 把它捏碎, 像这样, 在手上, 身上, 还有脸上, 陈超的手抚摸我的脸, 柔柔的, 像一句情话从耳边划过, 这样, 走到哪里, 都带着一种香香的味道, 别动, 他两颗大大的眼睛在我面前闪烁, 甜丝丝的气息呼到夹上, 你的脸, 陈超扑斥一笑, 笑开了, 红到脖子根了, 上学的时候, 老师还说你脸皮厚得像城墙, 没有了, 我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说, 只不过, 以前, 没有一个女孩子摸我的脸, 另一个, 拿来, 说着, 我也把草莓传成枝,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她的手上, 臂上, 之后是柔软光滑的脸颊, 我的手指好像触摸到了电流, 心跳加快, 热血激道, 暖黄暖黄的阳光照在身上, 夕阳缓缓地钻进璀璨的晚霞中了, 我和陈超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走在由轻轻的小石头, 铺成了石子路上, 我们把步子迈小, 把手臂挥短, 微风吹来的时候, 空气都是香甜的, 我在陈超的村口停住了脚步, 他说, 回去吧,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但奇怪的是, 那个星星满天的晚上, 当我穿越了两个村庄, 走了大约二十里路, 看到我家的房子时, 我的身体仍旧轻松, 我不肯迈入家门, 我舍不得那一路相随的繁星, 那满身草莓的清香, 就像舍不得那片田野, 那一日又一日的好天气, 村庄安静了, 灯火一盏盏熄灭, 夜渐深, 我终究要踏进家门, 第二天, 各种消息扑面而来, 新闻说, 病毒已经开始大规模撤退了, 人们可以复工, 学生可以复学了, 我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 我遗憾地告诉陈超, 他在春风里笑, 这是好事啊, 哪有学生不上学的道理, 他望着远处的田野, 呼吸变得沉重, 不管怎样, 你这样的好材料, 是不能耽误的,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我们看着远方, 长久地不说话, 第三天, 我收拾好行李, 书本, 出发, 重新被监禁在紧张忙碌的学业中, 2004年高考, 之后复读, 2005年上大学, 一个春天, 一场梦, 一种心跳, 被漫长的岁月风干, 被茫茫的人海稀释, 趋于淡忘, 时至今日, 连家乡的草莓, 那玲珑的姿态, 诱人的香甜, 也已经退出了春天的行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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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